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8月3日 耶稣基督在读经一 我们读到天主在会幕里跟他的子民相遇 会幕是不可见的天主临在于他的子民的地方 约会放在会幕里 约会里面有眉色写下的天主十戒的两块石板 天主十戒是天主给他的子民的礼物 要他们遵守而得福乐 会幕和约柜象征了天主亲自的临在 在我们每一个教堂的圣体柜里 都有天主的临在 但这个临在不是象征性的 而是确确实实的基督耶稣的天主性人性的临在 虽然弥撒圣迹确实是 而且主要是纪念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圣事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做奉献牺牲的一个行动 但主耶稣在圣体柜里的恒久临在 也是确确实实的 旧约的约柜象征了天主和以色列选民的盟约 新约的圣体圣事是天主跟他的子民所定立的新约 这个新的盟约比旧的盟约更加完满 意义更加深长 在新的盟约里 不单是耶稣的天主性的临在 而且是天主性和我们的人性在耶稣基督身上 合而为一的临在 让我们多虔诚朝拜在圣体柜里的主耶稣 而更能在思言行上笑似耶稣 做一个一人 在今天的福音里 主耶稣又一次告诫我们要避恶行善 也就是说要遵守天主的实戒 因为遵守或不遵守天主的实戒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耶稣的警告没有实质的意义 做义人或做恶人没有不同的后果 那耶稣就是一个最大的骗子了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